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一看 了解一下这款产品也就行了 首先的话呢 它附带了其他的几个替换的配件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我今天就不特别展示装上去了 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差别 比方说它的一个头雕会有一个变化 然后这个膝盖小腿筋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替换 肩膀的部分呢 会有更多的滑纹 简单的说呢 如果配件都装上去的话呢 它身上的分色点缀呢 会再增加 那么其他的就是它的磁带部队的成员了 那我们的话呢 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激光鸟 首先的话呢 金属成分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红色的部分 整个都是金属的啊 非常的沉 非常的重 关节表现的也非常的好 整个是偏紧的啊 甚至这个头的话呢 在变形的时候 推进去跟拉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不上细游的话呢 可能还推不出来 那么这个脚的话呢 这里啊 也是一个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金属还是怎么样 反正它整个玩具的话非常的沉 可动的话呢 翅膀呢 可以动啊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冰了变形的需要可以往前收一点点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 还可以把它停在这个声波的一个手上 那么各位知道一下啊 也就行了 其他的啊 另外两位成员的话呢 则是 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啊 这个 机械狗的话呢 它的这个卡扣啊 这里是有应该有一块 这里 这个部件 应该是要卡住这个地方 啊 卡住的话呢 就会 比较稳固一点 但是呢 啊 不晓得为什么这一边比较卡不住 另外一侧的话呢 表现倒是比较好一点 这个不知道是我的个案还是怎么样 那另外的话呢 它的一个腿 它的根部这个地方 啊 我不是叫你看狗的屁股啊 它的这个球关啊 因为有时候呢 这个部件在推移的时候呢 啊 有时候需要用点力才能够拔得出来 啊 有时候用力过猛的话呢 球关这个地方会脱落啊 那么这一期的话呢 我就是重点位放在把弯的时候呢 会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那后面这个电镀部件啊 也是很漂亮的 整个 啊 身体的这个本体这个部分 你看到这个反光的部分 也都是金属部件 玩具也是很沉了啊 头条也做的挺好看的 这个眼睛的话呢 有一个暗红色的一个涂状 还有牙齿的部分 也都是我做出来 那么我这一期的话呢 啊 因为我懒得剪辑的关系啊 所以我用了一个广角镜头 把它们全部都带进来 所以玩具的话呢 放到边缘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那我说的变形是说这个穿透的一个视角会有一些变形 那各位就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可能也有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啊 就总而言之啊 这一块啊 卡的不是很紧 导致说这个手啊 前肢这个地方经常会一个松脱 那可动的话呢 前后动 你看得到的螺丝的部分都可以动的啊 尾巴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 那么这就是机械口的部分 最后的这个红色的是轰隆隆还是米兰啊 这个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它的膝盖这个部分是一个双动关节 如果不特别把它卡紧的话 你稍微动一下 它就会松掉啊 那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卡卡卡住的方法呢 其实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后面这个地方由于变形的需要是整个是要放进去的 机械口啊 拜托 你在后面稍微安分一点 那头的话呢 也是左右可以转动 它还有附带另外两个替换的一个面雕 那这个像 比方说这个啊 是嘴巴张开的啊 那替换的话也比较简单 从这个地方啊 这样推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头给扭出来 我们就干脆做个替换吧啊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好 那手上的武器掉了 手上武器掉了 无所谓啊 它的话呢 还是有附带 它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 那标志性的武器呢 打载的时候呢 是手臂的话呢 是这样子 转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手臂 收进去啊 折回去 把这个地方往上反折上来 到这边 那这个手臂的这个装载的话呢 它的 呃 标准的装载是 这里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关键 需不需要转出来 我不太记得 但是你可以看你个人的一个喜欢 去做一个调整 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再转出来一点 如果你想要这个大锤子的话呢 离身体再远一点 你就是把它给转一圈 这样 它就有一个 这边 装上去 这个金属涂装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金属漆面 个人感觉比较好 挺优秀的 那这个脚的可动也算是多的 脚踝有一个接地 脚底板是金属部件 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拉出来 它的一个 弹射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按下去 从这里 按下去 它会弹射出来 那前后的话稍微调整一下 头的话呢 可以往前面 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个的话呢 算是它招牌的一个 一个垂地的一个动作了 那这个脚的话就是稍微卡一下 你稍微转到一些特性特定的角度 它还是可以卡的比较稳固的 那每一个磁带部队的话呢 都有一个收纳的盒子 然后它的本体的部分的话呢 给各位 就直接快速的做一个解说 首先的话呢 它的身上金属部件也是很多 我比方说这个脚底板 整个都是金属部件 所以它这个身体的重量是很沉很重的 那背包的部分的话呢 我有点忘记我这个地方 到底变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因为这个裙甲调开之后 这样塞好像已经塞不进去了 我记得好像本来没有凸这个白色这一块 OK 然后后方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接 这个什么 就是关节的连接处啊 这是金属部件 这里是一个卡扣 把这个外摆内收给锁定住的 然后手肘这个地方 也都是金属部件 玩具本身的造型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这个地方 我手上这款这里是感觉有点松 那你拿起来摇摇晃一晃 它是会动的啊 不过问题不是说很大 不是说很大 然后可以做出一个招牌的 自己去按自己按钮的这个动作 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啊 这个胸口的弹开也没有问题 里头的话呢 最多可以收纳两个磁带的一个战士 那背后的话呢 这里如果你打开 你就可以把你的武器呢 像电池一样的给收纳进去 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 都会给各位做这个方面的一个展示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几个磁带部队的成员 它的一个变形好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机器人这个部分的头要旋转180度啊 然后呢把它给往内翻进去 到这边 那这个手的话呢 你就记得这里是有一个一个凹槽的 那我们这里也有个凹槽 然后你只要转到这个方向之后 往上面过来给压下去就可以了 再来身体的部分呢 这个腰部啊 这个地方要整个给缩进去 整个往内 整个给压进去 再来的话呢身体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转动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到说 啊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个蓝色的部分 所以你转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蓝色啊 转到同一边来就可以了 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折进来 然后脚过根 缩进去 这个地方顺势压进来就可以了 到这边 这个变形的话呢就算OK了 就是用这个颜色的话呢 就做一个区分就可以了啊 用颜色做区分 真是太棒了啊 这个把这个两侧给压进去 那么我们这一款这个磁带部队的 这个应该是轰隆隆吧 就变形完成了 那我顺便我要提一下 在说明书里头呢 它是有明确的去提到说 它里头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的蓝色的机器人 啊 但这一款的话呢是没有附在里头的 所以它的磁带成员就只有三个 不像说明书里头 呈现的是四个成员 这一点是比较奇怪的 那激光鸟的变形的话呢 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头给打正 然后往内推进去啊 推到底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胸口啊不对 翅膀那个部分呢 先往上面提上去啊 我们弄一些比较让大家能够记得住的一个记忆点啊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 给往外两侧翻开来 到这边 往外翻开 翻到 往外翻开 翻到最外侧去啊 整个翻到外侧去 好到这边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 把它给放下来 到两侧外面 这样填补这个缺口就可以了 最后这个翅膀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你转一个方向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对上了 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再把这个翅膀啊 顺势的把它给反折下去啊 用颜色去做区分啊 这个这样一代这个变形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啊 甚至由于它身上这个合金的这个成分啊 重量非常的重 质感算相当的有趣啊 这个拿在桌上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比利玩具 也是蛮赞的 最后的机械口的部分呢 把这个头给收上去啊 整个啊不对 先把这两侧这个部件给打开 把这个沟槽给打开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这一侧卡的很紧了 另外一侧就不怎么行啊 卡的很紧之后呢 这个手的话呢 先把它往上面提上啊不对 先往上面啊 往往下哎 不对 往上提了啊 这个这个面板的话是要翻下来的 翻下来好 另外一侧一样把它给翻下来 然后把这个头给往这收 再来的话你要注意到啊 这个 呃 他的这个脚啊 前脚的这个有个洞 洞是在内侧 那里面他这个脚的这个后脚也有洞 但是它是外侧啊 那这里的变形是这样子啊 首先的话呢 你先把它这个顺势顺的这个地方 往前面推上去 然后呢 两枚导弹直接往上翻就可以了 往上翻上来 那稍微的话呢 让两侧的空间能够均分一下到这边 那最后就是这个地方呢 这个两个这个凸啊 就顺势的把它往下面 往下面捏下来就可以了 再来是这个脚的部分主要是 这个尾巴有两个凸 它这两个凸在这里 那只有在内侧有洞的才能跟它结合 那它的话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话呢 才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先把后脚收进去 再把这个尾巴伸过来 最后的话呢 再用这个前肢去扣前肢 这个两个脚掌中间的这两个洞啊 去扣住它 那在扣的时候呢 它这个两腿本身自己的话呢 是有一个组合卡扣的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不扣的话 是因为你还是要把它打开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卡进去 然后呢 再去做前面的一个组合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也没什么难度了 因为这个玩具本身就比较小 容错度的话呢 还算可以 好 把它也捏紧 最后往上一推 捏紧最后往上推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这个 Ravage 机器狗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其实它是美洲 美洲豹还是美洲士 还是美洲的一个猫壳动物啊 那这个也是很沉的一个 磁带的一个造型 但是以磁带造型来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 应该是 这两个 可能感觉比较像录音带 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 或年轻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 我可没 随身听的时候附带这个磁带了啊 那么关于它胸口这个机关的话呢 除了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 盖子打开之外 它这里呢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推槽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一推的话呢里面呢会有一个板子呢 把里面的那一块磁带成员给推出来 那我们的话呢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型的一个示范 先把这一块布钉推进去 我个人的习惯嘛是先收好一个之后 然后再打开 这样子的话呢 两片磁带的收纳起来的话呢 才会比较完整 如果说你把两枚同时塞进去 没有中间经过按这个按钮的话呢 我觉得有时候胸口会卡不起来啊 各位知道一些都行啊 那这个地方打开抽出来之后呢 里头这个 再往内向推一下啊 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们把里头这个给拿出来了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声波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手给收进去啊 另外一侧我已经事先收起来了 那么因为这个手啊 这个掰开是比较偏紧 那我建议收的时候呢 拳头是以这个方向收进去 在打开的时候呢 是比较省力一点的 再来我们把后面这个呃背包给打开 整个先给拖出来 这里有一片部件翻出来 然后这里有个板子把它给翻出去啊 这个玩具的话呢 为了兼顾造型呢 他做了很多的面板的翻转 那么这种面板的翻转呢 这种设计呢 最直接带来的一个不良的后果啊 就是有一个叫虎部骑射的 他可能会不小心漏变啊 这个比较要命一点 那么头部呢 跟后面的这个两个小电池一样的配件收进去之后啊 我们先把手给推到后面 哎我看这样吧 先把腰部给做一个翻转好了 前后做一个翻转好了 然后呢这个部件拉开 两侧的裙甲呢 先给打开啊 打开之后的话呢 是这里啊 有一个两个这个小型的这个金属片 我们把它给往上抠上去 抠上去的目的呢 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有个滑槽 我们要把它给缩短 缩短它之前呢 这个地方要给打开 还有这里呢 有一个这里 有一个开关 类似开关的这个部分 先把它给打开 我们先把这几个部分给打开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部件的话呢 整个给往上面推上去了啊 往上面推上 它这里前面 松开 然后我们把它整个往上面推上去 好 往上推上去 缩短了啊 这里 这个滑槽本来是 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现在缩短 缩短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记得 我们刚才整个腰部以下 整个翻转 现在呢 我们只要转这个以下 这个转的这个步骤的话呢 你也可以先转 再缩短这个档部啊 都是可以的 这问题都不大 好到这边 那前面这个部件的话呢 里头有这个小型的这个面板 你可以先把它给翻出来 其实我应该先变手了啊 但是变到下半身之后呢 就忍不住在下半身 这这个不停的来回了啊 那这个部分 先暂时到这吧 大概整理到这里 因为等一下 我们先把这里变好的话呢 再变手 因为我们如果先把手给变好 在翻转这边的时候 可能手部会稍微有点干涉了啊 这样讲应该也是说得过去了 那我们把手的话推到后面来之后的话呢 要扣这个地方 手这个地方有个洞 这里有个凸 要把它给塞进去 以及这样子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白色有个阿凡达跟这个白人 美国白人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组合之前的话呢 推过来之后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这个双动关节要往前面挤啊 你要用力的把它往前面挤到底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才能够比较顺利的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记得是这里有个凸要朝外啊 到这边啊 然后我们组合的步骤呢 是先把上面这个地方 用力往前面推到底 然后上面这个蓝色的这个 图跟然后呢 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合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拿在胸前的胸 糟糕我太用力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太用力的关系 把它给推出来了啊 这个各位看我 刚刚这么使劲的推啊 你就知道 这个如果不用点力是不行的 因为我刚这样一捏啊 这个这两个 对不对 这两个纸片刚好把它压进去了 这是纯属意外啊 就顺便给各位感受一下啊 这个是需要相当大的力气 那到这边的变性已经差不多了啊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下半身 那下半身的话呢 我们就把镜头带低一点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先解锁这个外排内收 这个地方 调开来 调开来 腿的变形的话呢 面板的翻转比较多 但基本上你掌握一个大原则啦 就是 外面那时候解开之后 你就可以翻到这个地方 待会是往上折上去的 那往上折上去之前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给推过来 这个地方有个部件 推出来之后呢 这里等一下要往内缩一个推回去 但是先不急得推回去啊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整个进空 然后才能够翻转这一片部件 这里有一片部件从这里翻啊 这个 从这个地方往外推 推出去之后 里面有个白色的面板 这个面板是我们要的 把它给翻出来 再把它给推回去 再把它给推回去 好 到这边 你看到没有 两边不一样 这边白色这一片多出来 这里是没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推回去 推进去 各位没有发现 这边中间这里少了一片了啊 然后呢 我们待会是要这样子折上去的 我们先折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啊 腿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部件 这里盖回去啊 这里 直接往上抬上来之后 到这边啊 它这里的话呢 这里 这里有个白色的这个洞 它都是要扣 里面有一个白色一个凸 它以后是要跟它结合的 我们先看一下大略的位置 你发现没有 这个 上来之后 这边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脚底板 是不是多出来了 对 脚底板多出来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松开 然后脚的话就这样翻一下来 翻到这边 它这里有一个凸跟 然后勾上去 旋转一下 这个角度 旋转一下 到这 这个脚的话 待会就放到这里下面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侧边这里的话呢 这一片部件还要再翻出去啊 翻出去之后干什么呢 这个简单的说 这个部件啊 它要负责把后面这个脚给包起来 它负责这个工作 那这里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 翻出来啊这里的造型呢才能够完整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一样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里头还有一个面板 就这个板跟这个板是比较容易忘掉 特别是这个板 因为这个板啊不搬出来有时候变性也是可以强行完成的 那到这边你就会发现到这里 好 我们大概的形状是到这边 这个部件先过来 这个部件先跟它做一个结合 到这里 扣上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组合卡 有组合这里有个图啊 蓝色的一个图跟下方这里有个洞结合 到这边扣上去 好 到这里了啊 那这一边的变性基本就是算算是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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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点啊 记得翻出来 就刚刚刚刚刚有翻出来 那它的话呢 跟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 你看到没有白色这里是一个小凹槽的 然后蓝色有一个小小型的一个凸 他们待会到时候是要扣在一起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结合卡 是肩膀这个地方打开 啊 就上面有一个凸 然后要扣进这里有个洞 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个组合位点 它一旦扣上之后啊 应该是整个形状也就差不多了啊 就扣上去 然后这里有个白色的凸啊 这里等一下把它给扣进去 前方这里的话呢 比较比较比较讨厌 就是去调整这个部件 就稍微的去移动一下 把它给扣上去 扣下去啊 好了 那么这一侧的变性就算OK了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说很难 那关键就是在什么呢 把这外表那时候解开 解开之后 记得白色面朝前 我们往侧边踢过来 到这边 到这里哦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把这个部件翻开 翻开之后 记得先把侧边这里 侧边这里 这一片部件 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里面有个白色的部件 白色部件是我们要的啊 对 这个能够让玩具躺的变 变形啊 这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到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时候可以扣回来了啊 然后这个部件 把它给压进去 这里组合一下啊 好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到这边 待会就是要折上来嘛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这个部件很碍眼啊 很碍眼的办呢 后面就这样把它给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 这里也打开啊 里面这个部件 先把它给翻出来好了 都先翻出来 到这边 那很碍眼 你就把它转过来 然后旋转一下这个角度 旋转 然后往下放下来 那有个卡扣扣进去 到这边 然后呢 侧边这一块部件 也翻出去 太紧了啊 这个我的左手的拇指 没什么力气 翻出来之后 这里还有个面板 记得把它给扣下来 这个都很紧了 所以还是都用道具好了啊 好 翻一下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里 上方这块部件 跳出来 如果你要强行的 先把这个结构出来 就先上面这边 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有个白色的图 跟它有一个结合 在这里也差不了多远了 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片部件先进来 然后呢 这里有个卡扣 这里有个蓝色的图 这里有个蓝色的洞 然后记得这里这个面板啊 这里小面板 记得把它给推到外侧来 到这边 好 到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我这里是不是什么地方没弄好 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里 前方这里也要记得扣进去 双动骨 一往前面扣 好到这边 OK全部都卡进去了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过程 这个地方 整个的把它捏捏压压压 还有最前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真的是建议是最后再做调整啊 这个 这个硬是把一个造型要把它给做出来了 这个调整还是整个裙甲都要动到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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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它一个Walkerman的一个形态 它一共有三个磁带 如果你把 因为它最多能装两枚 如果你把两个磁带装进去的话呢 这个 合金的分量呢会非常非常的重啊 这个丢出去呢 打到人的后脑袋的话呢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那以造型来说 其实很勉强 因为我也是这个经历过Walkman这个时代的人 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啊 我也是有这个Walkman的 所以真听 它的一个底盘不及格 背后也不及格 上面来看也不及格 侧面来看也太厚了啊 几乎的话 只有正面的话呢是合格的 当然啦啊 Walkman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如果把它当成是有一个什么重低音的音箱啊 或者是其他有什么 里头有什么可以可以帮你销毁什么证据的啊 那种特殊装置的话呢 可能它就厚一点 侧边的话呢 有一个转 转调节音量的一个部分 还有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开关吧 但是这个地方是整个是松动的 那金属部件的话呢 也是很明显的铺路在这个地方 还有侧边 那这个里头的这个磁带部队呢 里头一定可以塞两个 那塞两个的话呢 你打开啊 就可以其中一个就可以拿出来啊 非常的重啊 这个本身都是有一定的重量了 里头这个要拿出来的话呢 就要靠上面的这个开关啊 这个开上面这个开关的话呢 我是建议吧 先把它给这个推啊 这样一推就可以把这个里头的这个磁带成员给推出来 这里面啊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总体来说的话呢 以这么沉重的合金部件来说 它的价格可能有人 如果说你是冲着说它是一个KO版本的话呢 那这个价格你不能接受 那我无话可说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反正它也不是官方的产品 那你有需要一个大分量的合金的玩具的话 这个价格我倒觉得其实并不算很过分 那如果你预期它会跌 那是你自己购买的一个一个策略 那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以本身产品的质量来说的话 它的合金部件确实很大 很多很沉重 然后关节的表现也还算相当可以 密合度的话呢 我觉得我能够表现到的极限 就是画面里头你看的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并不算非常的优秀 只能算是及格边缘吧 然后它的本身变形的设计 我在做它的原厂的玩具的时候 我就提过 它本身是有一点稍微落伍一点的一个设计感 所以这种已经不是很跟上时代的设计 在KO里头你就不要指望它会去改变了 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两个 第一它的合金部件非常的多 非常的沉重 第二它的人形比例非常的好看 那磁带部队的成员呢 虽然没有说到四个 但三个也是很足够了 主要呢 还是卖它的合金 很沉重的一款玩具 那买不买 这个我不好说 完全端看你个人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